歡迎收看今晚的天氣報告 我是何俊傑 今天天氣繼續又曬又熱 下午在太平山望出去 見到藍天白雲 而大部分地區的氣溫上升到33度或以上 看看大範圍的衛星雲圖 受到高空反氣旋影響 今天中國東南部雲雷不多 不過高溫都在廣東內陸觸發了對流活動的發展 看遠一點 在西北太平洋有一個廣闊的低壓區 帶來一些不穩定的天氣 預料這個低壓區 未來幾天會逐漸發展 並將向北移動 移到樓球群島以東海域一帶 暫時對我們的天氣沒有明顯的影響 而在電腦的高空預報見到 未來兩三天 高空反氣旋會繼續覆蓋著中國東南部 帶來普遍晴朗和酷熱的天氣 今晚和明天的詳細天氣預測 我們預計會是大致天晴和酷熱 但局部地區會有驟雨 氣溫介乎以18至33度不吹微風 看看大家酷熱天氣警告現在仍然生效 不在風勢微弱的情況之下 感覺會特別熱 大家進行烏日會凍的時候 記得多喝點水提防中暑 至於展望方面 我們在中秋節的天氣 繼續都是大致天晴和酷熱 但晚間局部地區會有驟雨 再之後隨著高空反氣旋稍微減弱 周末期間驟雨就會多了 今晚的天氣講到這裡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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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